2009年8月23月,范铭在湖南州州网络论台上发片,为自己23岁的弟弟寻找不知下落的亲生父母。 没想到,不到24小时,就为弟弟找到了亲生父母。 然而,就在一家人为此高兴时,弟弟小智知道真相后,突然失踪了。 经过四处打了解到,弟弟现在在香气静州某建筑工地所建立。 为了找回弟弟,他和弟弟的亲姐姐吴娇一起踏上了控长沙去往怀化的火车。 通行的,还有一位是范铭为了帮助弟弟,刻意从北京起来的心理咨询是赵铭。 一路上,三个人都在担心能否找到小智。 而这个时候,最紧张的还是和小智从未农运的亲姐姐吴娇。 我就觉得他肯定,你见到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,就是很平静啊。 你会紧张? 就像看到一个陌生人一样,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。 那你看到他怎么样? 因为他们家人都说跟我长得像嘛,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咯,看到了。 你觉得你看到他会不会流泪? 我觉得不会。 我也觉得不会。 这个的话,我现在想象不到。 我也觉得不会。 而且你看他也不想谈,其实这个不想谈不是说,就是心里觉得说有一份触动。 他愿意去面对,可是呢,他也不想谈。 说起弟弟,武娇的眼圈就红了。 他说,弟弟虽然没有和自己在一个家里生活,但是他对弟弟却并不陌生。 好像印象中一直就有这么一个概念,自己还有一个弟弟,然后后来自己去长沙读书了嘛,因为他是送到长沙不,就我妈就经常就是过年回去了,就跟我说,她说自己要留意一下。 他说,看有没有那么长相,长得像的了,就说,反正赶紧给我下了个任务一样了,每年就这么问一下我,有没有注意一下,然后还写了个地址给我,就当年他们留下了地址吧。 我去过,去过几次,我还不是去过一次,因为我那时当时那个时候,我走点小生,走点小生,水长沙那个地方呢,我就来往那里,有透流的石干。 在那里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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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到他们家里去,一有石干,在那里,我就到他们家里去,最后一次是在,九几,九几年都还去过一次。 小智的亲生父亲老吴说,23年前,他由于经济原因,被迫把儿子送到长沙找人收养。虽然送走了,但是他和妻子却一直对这个儿子牵肠挂肚。 我还是想,整有一天,这就当我活的时候,我还是一天要去把天堂,不管是生死死,还是好事好坏,我都懂得了,整有一天能够找到他,看看他的好坏。 二十一楼寻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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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